日前中超官方公布了第21轮最佳球员候选名单 来自苍州熊市的奥斯卡金门湖的马格诺广州队的政治携手入围 42岁的政治还能靠着优异表现 入选中超第21轮最佳球员候选名单 这是让很多球迷都觉得非常惊喜的事情 如果政治顺利当选第21轮最佳球员候选 那么他就将创造中超新记录 政治会成为斩获中超单轮MVP年纪最大的一位 让年轻球员只能望其向背 政治在联赛重启之后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主教练岗位上 而且有不错表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球迷都觉得政治将彻底放弃球员身份 没想到政治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和是机会首发出战 政治在上一轮就进入了首发阵容 并且送出了一次精彩助攻 政治联赛重启后首次踢主力 就能在比赛中送出精彩助攻 让很多球迷都觉得非常了不起 所以政治在本轮广州队对阵亚太的比赛 就再次首发出战 政治在这场比赛踢了中卫 为球队零锋对手 立下了赫赫战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政治入选21轮最佳球员候选 就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那么政治最终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 就得看中超官方的评选标准 因为跟政治一样入选 21轮中超最佳球员候选的奥斯卡和马格诺 同样是有可圈可点的表现 首先奥斯卡在代表苍州雄狮队出战比赛时 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 帮助球队取得了2比0的完胜 马格诺则是在金门湖比赛中打入了绝杀球 为球队赢得了胜利 拿下了保级路上的关键三分 所以要是从重要性来看 马格诺当选最佳球员的可能性最大 对于政治来说拿不拿第21轮最佳球员 这不是很重要 因为政治职业生涯并不缺少个人荣誉 他曾经拿到过中国足球先生 同时还在2013赛季成为了亚洲足球先生 所以政治的能力无需单轮最佳来证明 他希望广州队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冒头 成为联赛最佳球员 期待政治能在最后一轮广州队比赛中继续首发出战 争取用一个精彩进球 为本赛季划上一个圆满句号 未来政治将持援国家队成为李肖鹏左膀右臂 相信进入国足教练组的政治表现也不会让球迷失望 政治将成为李肖鹏国足教练组核心 帮助球队取得好成绩 谢谢大家